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个治疗手指剑翘炎的有效方子 治疗手指剑翘炎呢,我们需要用到五虎一 五虎二,还有我们的天皇 肾关穴 那我们之前讲五虎穴的时候,我们说过五虎穴呢 五虎一治疗什么,治疗手指的酸疼 治疗我们的斑肌脂,治疗腱翘炎 治疗风湿性,指关节胀大 五虎二呢,是作为五虎一的倒马针 那天皇肾关呢,这是我们下三皇里的穴位 肾关呢,它本身就可以治疗手指的麻胀 所以呢,我们用五虎一,五虎二 然后这两个呢,也是一组倒马针 天皇配肾关 相加起来治疗手指剑翘炎,效果非常好 接下来呢,我带大家实操一遍 看看,这几个穴位是怎么进针的 我们的五虎一二呢 在我们五虎穴 在你的拇指绕侧 也就是在它的这一个侧面 黑白肉脊处 第一节 这是它的第一节 黑白肉脊处,这不是一条线吗 然后五点六分法 取五个点把它分成六等份 这五个点就是五虎一,五虎二,五虎三,五虎四,五虎五 当我们扎的时候,你可以让它把它的手指稍微弯曲一下 把你的十指垫在这个位置 你这样是不是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区间 这块金针 直四,金针五虎一 五虎二 我们的天皇穴呢,是我们下三皇之一 天皇穴呢,其实就是我们传统针灸的阴灵犬 金针五,内侧颗下方的凹陷犬 然后进针的时候呢,我们直刺进针 然后进针1.5寸就可以了 看 天皇穴 我们的肾关穴呢,也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的 你看上来,哎,这有个窝 这是我们的阴灵犬 然后呢,在我们的阴灵犬下1.5寸 它的1.5寸,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针刺的时候呢 两种刺法 一种呢,是往我们的邵阳经这个方向 直刺 另外一种呢,假如说它是躺着的 我们调脏腑病的时候 可以冲着后面,冲着我们的肾经的这个方向 也就是这个方向 这是一针透三经,干脾肾同补 冲着我们邵阳的方向 直刺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肾关穴 阴灵犬 下1.5寸处 今天呢,关于手指见翘炎的方子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呢,我们学习一个新的懂事齐穴 专门治疗痛风的特效穴 如果大家喜欢懂事齐穴 请大家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